大家好朋友们 这个今年的最后一天了哈 2021年的12月31号了啊 礼拜五 现在是西班牙啊 这个南欧国家啊 西南欧国家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早晨的9点19分了啊 朋友们啊 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啊 这个2021年中国啊 指的是中国大陆吧 应该也不包括香港和澳门啊 仅仅就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餐饮相关的店铺啊 就是餐饮业跟餐饮有关的店铺 一共注销了100万家 这个注销是什么概念啊 他就办理了工商的注销 对吧 你要成立公司 成立这种餐厅之类的啊 你要去 你作为一个商业机构 你要去注册 你不干了 你要注销 但是说实话 注销在中国很麻烦 所以有的人呢 他就不干了 他就跑回老家去了 或者到国外去了啊 总之吧 他不干了 不干了 他也不注销 因为注销 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精力 金钱 对吧 他做不到 做不到 他就把那往那一扔 那么一瞥 是吧 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聊过 所以实际上说 有100万家注销了 实际上歇业的 就处于事实上的停业状态的 不干了 应该比这个多几倍 那么其中这个100万家注销了 其中快餐店注销了将近40万家 这个火锅店注销了近10万家 奶茶店注销了近35万家 说实话 我是有点这个老朽了 这个落伍了 奶茶这种东西 我可从来没喝过啊 真的 我不怕这个大家笑话啊 我就从来没喝过奶茶 真的 我也不感兴趣 应该都是一些年轻人吧 40多岁的算是比较高龄的了哈 二三十岁的人喜欢喝奶茶 我还真没喝过啊 这个 但是啊 奶茶店街头巷尾可开了不少 现在看来都关门了啊 40 50 35 这加一块85万家 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 这种餐饮店铺 反正说一百万家 但是我刚才说了很多他就不干了 因为注销非常难 他不愿让你注销 实际上我觉得得三四百万家 我还能够吃呢 现在看来都不干了 我还能够吃呢